另外这是今天登上了头版头的案外案 主要是台宿集团的王权仁跟首都客运千金李晶晶的婚变官司 那么传出呢本来两个人还有复合迹象的 但是李晶晶不满美女主播李文怡多次跟王权仁出游 那么9月份他还寄发了存证信函 警告李文怡不要破坏他的家庭 而这个李文怡方面也证实他确实收到存证信函 但他觉得莫名其妙希望外界不要再把他跟王家人扯上关系 经营之神王永庆长孙王权仁和首都客运千金李晶晶 豪门婚姻触交后今年7月原本有复合迹象 不过根据媒体报道李晶晶疑思不满美女主播 因此祭出存证信函要求对方不要破坏他的家庭 也不要再与王权仁联络 甚至还亲自打电话给李文怡 不过对方的回应只说sorry就不是我的目的 李文怡主播确实有收到存证信函 但是他觉得莫名其妙 他希望不要再把王家的家务事跟他牵手在一起 出证与李晶晶的律师始终没有接电话 2010年1月王权仁李晶晶举行豪门婚礼 不到两年就在美国提离婚诉讼 2012年2月就有媒体报道 李文怡疑似介入两人之间 原本7月传出夫妻共赴新加坡疑似修复感情 现在复合之路又扯上美女主播 也让这场豪门婚变再次受到外界瞩目 昨天新闻自好报道